大家好 夏季到了我们家中的这个金字玉叶是不是也要做一些特殊性的养护呢 确实还真是这样 这个金字玉叶呢也属于多肉一类的植物 那么多肉一类它在夏季可是处于休眠的状态的 那么我们在五月份这个金字玉叶还没有休眠的时候呢 就先把这些工作呢准备一下 让这个金字玉叶在夏季的时候呢更好过一些 在现在该给它补肥的及时的给它补肥 那么补肥的时候给它补什么样的肥最合适呢 现在很多肥料呢都已经不适合给这个花卉去使用了 因为特别容易出现这个集体爆发 这个气温一升高了 这个肥料马上融化就会出现这个爆发的现象 那么现在给这个金字玉叶补肥呢 最好用的一种呢还是这个磨肥 它的效果呢特别的理想 它是根据这个植物所需来释放养分的 它不会轻易出现这个集体爆发的现象 我们在花盆里面撒上十粒左右的量就可以了 不需要很多 这几粒呢能够让它吃上好一段时间 因为它是根据这个植物需肥量来释放养分的 第二个如果没有做防虫的赶紧给它做防虫 金字玉叶在夏季的时候呢特别容易招惹藉壳虫 它会在这个叶子的中间去产卵去定居 最后呢一窝就全部在这里了 所以呢我们在现在呢赶紧给它做好一下防虫的处理 如果没有长虫的话那么就把它摆放在一个通风的环境下面 尽量不要让它再长虫了 让它在夏季的时候呢干干净净的去度过 那么第三个就是浇水这方面呢要略做改变 春季的时候呢我们都是让这个盆土处于一种微润的状态 让它有一个更好的湿度去生长 那么现在五月份到了立夏也过了 这个气温已经逾步步的攀升了 我们浇水方面呢就要改变一下原则 看见这个盆土干了再隔个三五天左右再给它浇水就可以了 看到它这个枝叶稍稍的下垂再给它浇透水 等到下一次再干了再下垂我们再浇水就可以了 这样养这个金字玉叶呢就不会出现这个臥根的问题 如果你还不会在夏季养这个金字玉叶的话呢 就先把这些技巧学一下 养起来会比较轻松一点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